看来今天咱们要给他们准备的这顿晚饭是非常横 猪头我们都知道其实不太好熟 一般就可能卤会多一点 然后这个猪杂我看里头有猪肚 猪肚 然后小肠 腰子 然后这个是儿肠 这个是猪肝 这个是猪腰 其实每一种材质它都不太一样 你会怎么用这个石烹的方法来把这些食材做到一块 因为石头又需要提前加热 然后这些都是易熟 一熟制菜 它就适合什么虎包 石烹这些 猪肉是山区居民主要的肉食来源 陈永霖选择用口感丰富的猪头 为朋友们补充能量 焯水后的猪头要放入老卤汤里卤制 但味道调查员发现 他用到的卤料有些与众不同 其实这么多香料里头 我觉得最重要 最特别的 应该是这两样 这是茶叶 对 这是绿茶 红茶 这个也要放到咱们这卤料里面 要放一点 为什么要放茶叶呢 茶叶这个绿茶 它本来就有很天然的去腥 茶叶 对 这个红茶是发酵茶 它有一点增色 也能起到上色的作用 所以一个是从颜色 一个是从去腥上面 对 起到作用是吧 今天这个猪头肯定是能够有一点茶香味的 茶香味 非常浓的 不特色了 在香气浓郁的卤汤里 翻滚的热腊 为猪头注入唇厚的滋味 我们十分好奇 这么大的猪头得用什么样的石头来烹制呢 陈永林的石烹秘籍究竟是什么呢 这个是用于我们摆在那个大的那个石头上 然后慢慢烤 然后它会出油 然后去掉一些油脂 这个猪脸肉要切到多薄呢 切到一毫米左右 这样薄一点往上一贴 然后它一烤 那个油脂就逼出来了 对 很快 我能先尝一块吗 可以 可以 这个薄薄的一片 你看 其实真的是很软烂了 但说实话 就是现在吃起来多少还是有一点腻 我现在很期待 石烹之后的猪头肉会是什么样的滋味 石烹是一种古老而原始的烹饪方法 以石头为传热载体 让食材快速成熟并保持温度 这个石头现在大概有多少度 两三百度 两三百度 你看 三百度 滋滋就开始冒了 那像这个石头 它这个温度能保持多长时间 大概就是三十分钟左右 那个油全出来了 香味也全出来了 你看这前面的是不是都好的 前面的可以吃 那个边粥已经酥了 你听到那声 这完全不同的口感 这个太好吃了 完全没有油腻 皮比肉还好吃 这应该是非常与众不同的 猪头肉的吃法的 油脂丰富的猪脸肉 在滚烫的石头上 开始了燃吃运动 滋滋啦啦的小油泡 四处飞溅 陈友明说 这块大石头散热慢 上桌之后 仍能保持热度 让猪头肉 呈现出肥而不腻的口感 让人大快躲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